周海妹确实死了朋友们 周海妹啊 长期住在北京 她是吕良伟的前妻吧 但是两个人好像的婚姻是88年到89年 只有一年就离婚了 后来吕良伟又两次婚姻 然后她好像就没有再结婚 然后就一直是独身吧 我看今天那个周海妹的工作室 确实那个发了一个 这个这个复告吧 一个公告 她应该是昨天 2023年的12月11号死的啊 这有一个病例 北京中医医院顺医医院门诊电子病例 这个医院呢 原来叫顺医中医医院 顺医中医院啊 后来被这个北京中医医院给合并了 北京中医医院就得宽筋啊 这个顺医那个中医院呢 在那个建盛街 就顺医县城啊 顺医县城 离那个顺医县政府 那个府前街 没多远啊 然后他离那个顺医的区医院都挨着 顺医医医院有一个门 就在府前街这边 那是北门 还有一个门开在东边 这个你看这个 昨天2023年12月11号上午11点11分的病例 姓名叫周海妹 姓别女 年龄57岁 科别来了之后就给送到急诊科了 就诊号 128760424 这好几个四哈 这个就不太吉利 主素 就是他自己说的 或者陪着他来看病的给他送来的人说的 主素 如果他自己就是说已经昏迷不醒了 那就是送他来的人说的 是发现的时候说意识丧失 心脏停止一小时 哎呦都停止一小时了 那就悬了 那么陷病史 患者 平宿独居 他就住在顺以后杀狱的 那个什么呀 后杀狱的那个别墅区里边 那个就是温渝河的那个 那个那个北边 那一片叫中央别墅区 那边有什么什么中梁小镇呀 什么万科呀 反正好多 起码十个以上的那种 别墅啊 好像在顺以后杀狱 叫BISS吧 有一个国际学校 好像那个校长 或者是投资人 还是台湾的总统 马英九的妹妹 马力军 就是当初介绍马英九 跟他老婆周美 周美清认识的人 那是周美清的同学啊 后来他们俩不是一块去美国留学吗 周美清马英九 后来结婚了啊 周海妹是上午十点左右 他的同事发现他倒地了 二变失禁 大小变失禁了 反正就这人呀 一般来说 如果大小变失禁 那这人就够呛了 一般来说啊 意识丧失 碎拨打120 就急救车嘛 急救 一般来说就是120 就是北京市急救中心 后来北京市又搞了一个999 据说跟北京市公安局 或者是公安交通交通管理局 管局 某领导啊 999 非要给你送到某些医院去 就抢生意 那个999的后台 是北京市公安局某领导 把很多人都耽误死了啊 120还是最管用的 120一般来了之后 如果你人还还活着 他会让你打一种急救针 就给你缓解 那一针 我想想 二十年前吧 至少二十年 或者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将近三十年前 我的老叔 我的小叔叔 我有两个叔叔嘛 就有一天突然间 在卫生间坐在马桶上 就变血 就大变 拉出好多血来 然后就赶紧 就来了那个救护车了 救护车来之后 跟他说打急救针 六百块 打不打 打 是吧 你像我那婶 赶紧打 就怕自己老公 有个三长两短呀 是吧 120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现在好多北京人 这个 如果在北京生活的 如果 家里边有这种病人 那么就同时打 120和999 谁先来 就谁拉走 就是怕耽误了啊 所以为了保险 打两个电话 说近一周内患者 咳嗽 咳嗽 喘憋憋 一边咳嗽 还一边喘 还憋 于家中自行吸氧 我就这种独身的人呀 他往往的 他的这个独身的 他的寿命要比 这个有婚姻的 还是要短 因为他自己有时候他就糊弄 他就凑合 你知道吗 要家里边比如有个老公啊 有个老婆呀 是吧 咱们上医院吧 两个人商量了就去医院了 是吧 也有人关心你 有人爱护你 你说这一个人还是可怜 是吧 于家中自行西洋 我认识的 包括我的亲亲呀 我的朋友 有的还真的就是独身 独身的话 有的也是不到60岁 59岁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人就没了啊 就是糊弄 凑合 也没人帮你诊断 也没人帮你出主意 也没人真正关心你 是吧 你比如说他的同事 说是同事就是他的 他雇的人 他手下的人 他工作室的人 对不对 那谁会真管你啊 对吧 人就是给人钱 人给你干事 对吧 他应该就把那工作室 所谓的工作室 就弄到他自己家里了 可能是 你像他这样的 应该就是买别墅 买别墅 那个别墅的面积比较大 是吧 他一方面住 一方面他又那个 又那个开个工作室啊 顾几个人呀 什么助理呀 经纪人呀 就这个 是吧 前两天 我看到昨天开始 是吧 就是说已经传说他死了 然后 那个 憋喘严重 昨天夜间 你看同事怠速 同事说的 对吧 你同事 你就跟你关系再好 哪怕是你的闺蜜 或者你的手下的 你的 你的员工 他不可能代替你老公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 还是应该有婚姻 反正我认为 应该有正常的婚姻 是吧 有子女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既往史 就是原来的病史 有高血压 你看看 高血压 当然高血压是一个 常见病 还有系统性 红斑性狼疮 哎 红斑狼疮 这个病得了就得死 我想大概是1983年 我老舅啊 我的亲老舅 他的大儿子 他们家有三个儿子 一个姑娘 那个老大 我那大表哥 就他们家原来住在湖北的实验 就是那个二汽 就是那个东风汽车 是东风 是解放 东风吧 就那儿 哎 然后我那大表嫂 大表嫂是老家是山东人 就不幸 就罹患了红斑狼疮 然后来了好多人 我老舅也来了 然后我的大表哥也陪着 还有我那个表嫂的 他的亲妹妹 来了好几个人 可能还有别人 那个我忘了 好像还有同事吧 至少五六个人来我们家住 那会儿我们家住在一个平房 我们家单独有个小院嘛 虽然那院子不大吧 反正大家伙 有时候打打地铺啊 凑合着 在我们家住了至少几个月 当时是哪个医院 我忘了 就是痊愈了 当时好了 但是这个病 它是一种 类似于免疫系统的吧 好像也是血液病 去不了根 后来就当时稳定了之后 就回湖北实验了 不过后来过了几年 我那表嫂还是去世了 还是去世了 然后给我大表哥 留下了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前几年吧 2009还是2010 我还专门去湖北实验 看望我老舅 然后听说我来了 然后人他那个 我的那个大表嫂的 那个亲妹妹 还请我到家里去吃饭啊 对当年到我们家去看病啊 住在我们家 还是表示感谢了 还有我们的老街坊 就我们家东边那栋楼的 大高个儿 那脑袋瓜子特别大 那脑袋瓜子有点像一个葫芦 像一个瓢 然后那个是一对双胞胎 哥俩双胞胎 都是大高个儿 一米八多 其中一个 是在我们西边 那个六部坎的工人日报社上班的 他是那个老干部处的一个科长 后来他赵国买卖 老干部处 工人日报的 有那么二三百个吧 那个退休的 离退休的老干部 逢年过节买点凉油啊 买点吃的喝的呀 那样的啊 所以这个 这个病很多 他这个 我说那个 工人日报 这个我们的老街坊老客户 他的媳妇也是红斑狼疮 后来也是不幸 就他那他媳妇也去世了 后来他独身嘛 后来啊 曾经还有人想撮合 我们家一位女性的这个亲属 是单身的 要跟他那个 看看能不能啊 俩人就结合成一个家庭啊 但是我们家那位女性亲属 好像看不上这哥们就没成 过敏是没有 体格检查有 意识丧失 那就昏迷不醒了 全身僵硬 一说这个人就已经过去了 是吧 咱不用死这个词叫过去了 或者叫没了 是吧 还有冰凉 你看你看 可见失斑 那就宋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哎呀 双侧铜鞏散大 结膜出血 你看看 直径约8毫米吧 MM是毫米吧 我不懂啊 毫米还是厘米 对光反射消失 那就瞳孔散大了 瞳孔散大就是人已经没了 对吧 应该是这样吧 我这理解差不多哈 心跳停止 呼吸停止 那就宋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还有辅助检查 诊断是西医诊断 心脏停泊 意识丧失 呼吸停止 那为什么送到中医医院 我就纳闷了 因为有顺移的区医院啊 区医院就是中西医的呀 这是中医为主的呀 当然 是吧 李克强 死了 不也送到上海的一个中医医院吗 对吧 这都有一些蹊跷啊 这都不正常啊 当然最近几年 就这个一尊一直在抬高中医啊 对不对啊 他抬高中医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难道他也是个中医粉吗 中医粉 是吧 还是说中国的外汇 已经买不了一些需要进口的药物啊 或者耗材啊 或者医疗设备啊 一些检测的东西都没有钱了吗 所以才抬高中医吗 还是说他认为中医什么中药 什么武术传统武术 这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瑰宝 是吧 要西叫什么东升西降 什么伟大复兴 反正各方面啊 掺和在一块咱也不懂 但是你看他是名人 明这他死了都有师班了 你看 你看都有师班了 对吧 都有师班了 你看看 你看可见师班 你都有师班了 又给开的药 什么盐酸肾伤腺素注射液吧 是吧 静推啊 静脉推进去了 静脉打进去了 打了一针吧 还有什么碳酸氢钠注射液吧 是吧 又是静滴啊 静脉就是那种 就跟你打点滴似的 慢慢滴进去的 是吧 然后又给这个路化纳 路啊还是绿啊 路化纳吧 注射液 又打了500cc 500ml 是吧 这个静脉 就是慢慢就跟打点滴似的 然后还什么 什么什么 如有不是随时就诊 这很 这很诡异啊 这很搞笑 这人都死了 你还说这个 是吧 反正就是个名人 另外他有钱啊 另外是吧 名人有钱 又是可能家属 或者是他的员工啊 要求再救一救吧 是吧 海妹姐才57呀 是不是 他还是个孩子呀 反正这个周海妹是满洲人 满洲人 他们家祖上 是在广州当官的 好像是个五品官啊 就是负责广东的某些的事物的 大清朝的满清的官员啊 他们家是瓜尔家士 瓜尔家士 好像那个 关之林也是瓜尔家士啊 关尔家士在北京 有的后来姓关了 什么关他拉士啊 什么耶和部啊 苏丸部啊 满洲66部啊 是吧 这当中啊 又有好多说道啊 顺于中医医院 好像他们还是顺于中医医院 还是顺于区医院 那个还有一个烂尾楼 大概十年前有个烂尾楼 那个院长应该涉及到贪腐啊 等等问题 那个烂尾楼烂尾了差不多有十年左右 这前两年 前三四年吧 然后好像上边 不知道是这个 这个卫健委啊 还是什么单位 给掏了一笔钱 那个楼才重新又建起来的 后来后来完工了 那栋楼 我忘了是顺于中医院 还是这个区医院啊 然后那个院长 因为贪污啊 腐败啊 这个经济上说不清啊 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之后 给关到了顺于区看守所 就是那个卧龙环岛的 就是那个 或者是石门市场的北边 往那个 马坡 往牛栏山走的一条路上 那条路我走过 原来我住在马坡吗 就是比较僻静 但是有一天 说这个院长突然间 在看守所发病了 心脏病 结果很诡异的事发生了 他明明啊 离这个顺义的区医院 或者中医医院 都很近的地方 哎 结果不往这送 送哪去了 送到了 哎 他是绕远 哎 他舍尽求远 给这个已经心脏病的院长 从看守所给送到昌平去了 结果耽误了 路上那院长听说就死了 啊 这个我是听那个 有些知情的顺于本地人 亲口跟我说的 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想让这个院长死 不想让他再活着 因为他活着 他可能会开口说话 我不想让他活着 伤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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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